鸡暴离情小月餐 宋军内外独长叹 可知尺素莫痕淡 别累千堂不得干 大家好 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江传的游戏经说 本期将开始前田庆刺之章 前田庆刺 Mai Da Keji 本性龙川 生父的说法有很多 龙川义氏 龙川义虫 甚至有的版本中是龙川义义的亲儿子 还有说是义义的弟弟的 不过一般都认为是义义的侄子 后来荒子前田家主前田立春去世 继任的前田历久还没有子嗣 历久的妻子出自龙川市 便以妻子的侄子庆刺作为养子 以二弟前田安盛的女儿作为养女 两人就此成婚 庆刺的年龄有多种版本 有的比他四叔 前田立家还有大个几岁 有的又小个几岁 庆刺用过的名字也非常多 通称除了最为熟知的庆刺外 还有庆二 庆刺郎 庆二郎 起刺郎 起二郎 宗兵卫这些 正式名称最为人熟知的是前田立义 其他的还有立太 立大 立星 立真 立拙这些 但是最常见的立义 比较像是后世的创作 因为立义二字 刚好是前田家和龙川家的通字 可能是后人根据两家通字 给他编排的名字 真正有记载的 偏偏每本都不一样 像通称 在前田庆刺 道中日记中 他自称 起二郎 苍鹤野刚 秀晚书状中 记载为庆刺 前田立家的书信中 又称其为庆二 在热天神宫献刀时 署名是庆二郎 正式名秽 在龟岗文书堂 奉那诗歌百首中 署名为立真 野骑之通的遗书中 又称其为立拙 其他的立义 立太 立大 立兴这些 就没有明确使用过的记录 清四这个人 是不折不扣的清骑者 清骑者可以看作是 当时的非主流 竟干些不符合常识的事 穿骑装衣服 女装啥的 都是清骑者们普遍会干的事 像清四还干出过 在两军阵前 跳舞脱裤子的行为 还有晚年转往汇金时 得知林全寺有一个傲慢的和尚 清四就到林全寺和那和尚下棋 还定下了赢的人要打一下输的人的脑袋 第一局和尚赢了 但他却不愿打人 在清四的强烈要求下 和尚才谈了一下清四的脑袋 第二局清四赢了 和尚就觉得清四应该不会下重手 让他随便来 可清四却断起拳头 朝着和尚的眉心就打了下去 一拳就把和尚打晕了 然后离开了寺院 先不提他这些状态了 回到庆次的早年时代 他一直到三十多岁 还没有任何成绩 养父前天历久 身子一直都很弱 相比之下 前天历家却是屡历战功 又深得之前信长的信赖 终于在1567年 信长下令让历久隐居 由历家继承家都 理由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历久的阳子庆次 是清其者 不适合继承家都 这个理由就很鲜强 信长和历家也是出了名的清其者 你一个继承了家都的清其者 说一个清其者不能继承家都 应该把家都让给另一个清其者 这怎么着都说不过去吧 而另一个理由说的是历久无子 也没有作为武士的素质 这就是直接否认了 庆次作为阳子的立位 总之信长是借此 让自己的亲信历家来继承千天家 历久的家臣自然对此不满 历久的妻子拒绝把千天家的传家宝 交给历家 历久的家臣奥村永福 也拒绝让出荒子城 最后历久为了避免冲突 和庆次一起离开了伟章 搬到了京都 这才让历家得以正式继承家都 离开伟章后历久替法出家 庆次在京都学习文化 文学 排剧 和歌 汉诗 绘画 跳舞 都有不错的造诣 学文的同时 武艺也没落下 终于成为文武双拳的名将 文武双拳 西元寺 说到西元寺 庆次在京都的时候 据说也参加了西元寺宫朝的巫福活动 在此学习文学 一直到1581年 前天历家授封能登义过后 才终于分给了历久七千担的奉务 历久又分出五千担给庆次 之前基本上是靠信长和历家给的补偿金过日子 考虑到能供他在京都学上十几年的文化 应该是给了不少 到这个时候 庆次才真正算是开始给知田家效力 以前他甚至都很难被称作古事 按真田的史料记载 之后庆次到了龙川一翼旗下担当先锋 本能伺候回到前田家 授封七千担的事也有说是在1583年 立家授家封家贺二军时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庆次就从来没有为知田家效力过 也不会在龙川一翼的旗下 但在1583年时确实已经和立家回到了前田家 1584年小木长久守时 前往救援被佐佐城镇攻打了墨森城 留下了将城镇击倒却没杀他 引得立家暴怒的传说 1590年曾随立家参加了小田园征伐 但不久后就从前田家出奔 此时养父立九早已亡故 庆次自立九故去后就和立家父子不合 这次出奔时 庆次是单继出走 连妻儿都没带上 引得立家大怒 发誓要杀了庆次 为什么跟庆次相关的记载那么少呢 主要就是因为庆次的名字在前田家就是个忌讳 前田家的文献里就不让提他 庆次出走后流落到了京都 又开始和京都的文人们混到一块了 李村少八 昌义 九条之通 古田崇然 西川幽斋 都是他的老友 也是在这里 邂逅了他一生的挚友 直江坚绪 两人都是文化人一见如故 受坚绪的邀请参加了上山家的联合会 上山景盛被移封至慧金后 坚绪极力将庆次演见给景盛 庆次去见景盛时是盛夏 身上却穿着厚衣 手里还拿着三根 沾着土的大白萝卜 那时他以道号 古藏苑呼之斋自称 庆次特意选择了常人不知道怎么念 非常奇怪的道号 Pyote是偶然意外的意思 还用过古藏苑飘护斋这个道号 Pyote 则是说长得古怪滑稽 有人说庆次的道号是天下第一丑男的意思 这个丑男是飘护的那个 跟呼之还不是一回事 圣山景盛见到庆次后感叹 此果为清奇者已 以一千代俸禄拼用庆次 庆次原本在钱钱家时领的可是五千代 如今只有一千代 他却也欣然答应 传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见到景盛 早在庆次还在京都时 风尘秀吉宴请各大名 前前庆次找机会混了进去 在宴中戴上了圆面 跳起了圆舞 还坐在各大名的膝上 本来这就是传统的娱乐活动 大家也都不会见怪 但是当庆次到了上山景盛面前时 见其威风凛凛 被震慑的庆次就隔过了他 坐到了下一个人的膝上 后来庆次说 天下虽广 真正能当我主君的 就只有上山景盛一人 也是在上山家迎来了 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战 长谷堂之战 官员之战时 直将监旭率军进攻 最上加的长谷堂城 虽是一万八千对一千的极端差距 但在守将至村光安的顽强抵抗下 硬是攻不下长谷堂城 随着最上一关赶回来 伊达正宗又派人支援 上山军兵力虽然还占优 但已不是压倒性的优势 在这时 官员之战 西军战败的消息传来 攻守已然逆转 直将监旭得知后准备自尽 被庆次劝阻决定撤退 但最上军的追击极为猛烈 李光和监旭都到了亲自上阵的地方 为了成功撤退 庆次自告奋勇作为殿军 一般来说 殿军的战法是阻挡敌人的追击 像是和庆次一同担任殿军的水源侵线 就是靠铁炮队阻挡敌人 而庆次则是以攻为首 率领数计杀入最上本阵 凭此身无勇 在最上军中来回冲杀 逼得最上一光不得不后退 成功逼退敌军后 上山军就趁此机会撤离 这种冒险的方法 需要极高的武力才能完成 但成功了也就能争取到 更多的撤退时间 庆次也因此一战成名 他在战场上披着写着 Dive bin下的斗篷 Fu bin写作汉字是不便 指的是贫困 生活不方便的意思 庆次的意思就是 调侃自己太穷了 后来不知怎么呢 卓阴的碑被误传成了 清阴的黑 被转成汉字 就成了大武编主 意思就成了武艺高超之人 战功无双一代和二代 庆次的称号里 都有这个大武编制 一个小小的误传 就把这本来极不雅的调侃 变得威风凛凛 战后 上山家从会金120万弹 被大幅减封至米泽30万弹 庆次的俸禄 也因财政困难而降至500弹 他也不以为意 诸多大名借此机会 想要招揽庆次 但庆次都拒绝了 对他而言 景盛是他唯一的主君 兼续是他最好的志愿 庆次在前往米泽的途中 写下了 《潜田庆次岛中日记》 记载了一些和歌 汉诗 以及当地的风俗 如今成为了 研究当时风俗的重要史料 到了米泽后 隐居于武苦安 又做武苦安记 有他自己的画作 以及字画诞 晚年又将道号改为 《龙岁宣不变斋》 《潜田庆次》的人气 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 袁哲夫的漫画 《花之庆次》 《云的比方》 这部漫画改编自 龙庆一郎的小说 《一梦安风流记》 漫画从1990年开始连载 给庆次带来了极高的人气 在这之前 光荣的游戏里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庆次的 在当年年底发售的《信长之野望》 《武将风云录》 本来也是没有庆次的 但因为庆次人气太高 因此在后来发售的FC版中 加入了《潜田利益》 后来的各个游戏中 庆次的形象 基本都受到了《花之庆次》的影响 身材高大 武艺绝伦 自由奔放 不过根据留下来的盔甲判断 其实也就是正常人的体格 可能是创作时 因为《潜田利家》是高个的 所以不好把庆次弄得太低 而《无双礼》 庆次服装偏红色 也是受了他历史上穿过的盔甲的影响 每一代战国《无双礼》 庆次都是最强的那一代 特别是在一代 本传性能和剧情实力 都是毫无疑问的最强 《猛将传》才多了个 来抢他最强名号的《本多中胜》 不过要论游戏里的综合实力 还是庆次强了一些 一代本传 以庆次作为最强 而不是选择本多中胜 也是因为一代的选人标准 战国时代并非是武士独大的天下 除了武士外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职业 所以一代的人选中 有很多不是纯正武士的角色 人者 盗贼 清奇者 巫女 用兵 武士中也尽量选择地位不同的类型 大明 属下 小姓 农民出身 公家文化 本来公本五藏预定一代就要登场的 毕竟剑豪也是个经典的职业 但是后来取消了 毕竟出了五藏 小次郎就必须得做出来 所以一代就把剑豪的职业暂时搁置了 真要说的话 一代却测试了一角色 像二兵卫那样 转正一个的话 就能带动女柴一系的关卡 就像德川势力全靠半葬带着一样 可惜最后还是没做 不过二兵卫在大众脸中的戏份可不低 一代选择庆次 作为最强武力代表 应该也是考虑到他并非纯粹的武士 还有清奇者 浪人的身份 有不属于任何势力时期的人 可是相当可贵的 庆次的第二套服装 剃成了光头 他在晚年时剃发出家 有说是在从前田家出走后 有说是在长谷堂之战后 衣服上画着一只章鱼 也许是因为章鱼也是个光头吧 因为换了发型 会导致有些及时演算 显得不太正常 说的差不多了 进入前田庆次之章 前田庆次之章 总共就只有五关 第五关还是隐藏关 需要完成前四关的绿色任务 才能进入 其中前三关的 只要曾经完成过就行 这样第四关绿色任务的成败 就直接影响是否进入隐藏关 不过话说回来 庆次这五关里 没有一关是跟历史上的才有关的 是完全架空的剧情 谁叫景圣 监旭这时都还没转正呢 第一关是伊士长岛歼灭战 这已经是第四次打这关了 之前打了光秀 信长 孙世 庆次这个跟光秀的基本相同 真要说的话 庆次片的比较像正如 光秀片的这关 专用台词不超过三局 显得跟模拟言无似 我多说了 进入第一关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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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5 4 4 5 6 7 9 9 9 - 想愛? - 想愛? - 想愛好? - 要… - 心からお詫びする… - 想愛好視頻快適合 逆秦依指向美女が台無しだ… - 君の痛みはそのまま信長に返そう… - 俺は魔後都。 - 戦国魔王から必ず君を守ってみせる… - 切瓦疾! - ordu… 女生無可 てか ほお いいもの持ってるね あ あんた腕前も良さそうだ それに面構えもいい 戦場で一丁手合わせ願いたいね 進入战斗準備 剛剛的開場CG 跟伐赫孫氏之章的是一樣的 講的就是孫氏跟慶次 在战前的相遇 孫氏這個愛找女性搭訕的設定 是出自司馬遼太郎的小說 最近要查到孫氏的四級武器 吉勒阿弥陀也是出自這本小說的 雖然慶次在孫氏之章里 每關都有的出場 但孫氏在慶次之章里 就只有這關和最後一關才能出場 武器還是從三級武器開始 慶次的三級武器是接珠槍 接珠槍和松風 號稱慶次的兩大寶物 這是一杆大身槍長三米一三 為平三角造直槍 就是說槍頭是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直著往下 至少肯定不是遊戲裡這樣的 遊戲裡這個是二右毛 是兩個毛頭 珠槍是說槍的柄 塗成了紅色 這是立下戰功的人才有資格使用的 雖然是把直槍 但卻配了個十文字槍的槍鞘 這麼不正常的事兒果然只有清洗者才做得出來啊 慶次在長谷堂之站 就是指此珠槍奮戰 槍名為下板 制造者推斷為田中吉正手下的刀匠 下板八郎左衛門 傳說慶次隱居於武苦安石 將此槍送給了跟自己關係好的村民孫兵衛 目前該槍為個人所收藏 武器屬性我直接上夜叉了 總共就五官 無屬性實在是騰不出來了 慶次在夜叉 一個無雙也能補不少血 攻擊力上也可以靠和金川一元 並列最高傷害的殺陣 按理說應該還是較為適合的 但慶次触發拼刀比較難 而且無雙高段數經常能達到16連擊以上 直接就能掉補給 所以還是高輸出的屬性更適合他 武器能力上先不要移動力了 把騎撐攻擊力換上了 這樣方便我掩飾些招式 道具方面就把防禦和移動 換成了騎撐攻擊力和松風 畢竟玩青刺怎麼能不帶松風呢 這下步行和馬戰攻擊力都是盡可能堆高的 招式傷害上就可以比較公平的對比了 那麼接下來就要說說松風了 松風除了一代外都是最頂級的馬 一代是因為50級的馬 比松風更快耐力更高 但是沒有松風的突破力強 松風是可以撞飛任何人 可惜二代之後就不能撞友軍了 清洗者的馬還是別居於常理的好 据三周儀式所載 松風是風臣秀吉赐給錢錢家的 別名古風 李家平日里 因為慶撐的種種怪形 頭痛不已 多次教訓也沒好轉 有一日 慶撐對李家說 哎呀不好意思一直讓您這麼擔心 從今以後我改過了 想請您喝個茶 您到我家來一趟了 李家一聽這好啊 他改了我可就安心多了 也知道慶撐是茶道達人 在茶上面他絕對不會做手腳 就去了慶撐的宅地 到了後慶撐又說 哎呀今天真冷啊 喝茶前您先泡個澡怎麼樣 李家想想也是啊 就跟着慶撐去了澡堂了 李家正脱着衣服呢 慶撐过來說了聲 温度正好就走了 等李家踏入水池 火冰水啊 李家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大怒之下讓人去把慶撐帶過來 可慶撐這時已經到了松丰馬 離開了錢錢家 跑京都去了 但松丰耐性極強 跑得也快 據說一般的馬 讓慶撐騎撐不了三日 而松丰卻還能驰逞自如 在慶撐眼裡 松丰並不是作季而是朋友 找了好幾個人 專門照顧松丰 馬具也全憔貴的買 人馬都穿着華麗 在京都很受矚目 前天慶撐 身着赤衣赤褲 头戴直立乌帽的 胯下明馬松丰 可說是远近持名 衛兵我也特制了 選了一些有名的四個字以內的清奇者 這一關的CG叫做清奇者二人 算上這四個就成六個呀 但是他們的事跡下一期再說吧 不然下一期就沒東西可說了 用槍兵主要是考慮到慶撐用槍 人員配置 說實話該說的信長和光秀 偏使就已經說完了 我也沒必要再重複一遍了 非除其配置 也跟其他人的這關一樣 只有一個羽柴秀吉 敵方這邊也是不需要再多重複的 尊士是綠色任務相關 非初期配置就是另外三個法師 直接說本宮蓋藥吧 這個好歹跟別人不一樣 天衣無縫的戰人 潛田慶次 因是潛田一族 而跟隨知田君行動 注意在日文中 這個天衣無縫主要指的是 天真純粹不做作的意思 代表做事完美的情況也有 但不多見 那支田君和易奎仲的關係惡化 遭到其進攻 特別是在其据点 伊士長島的損傷極為慘重 在伊士長島連敗而惱怒的信長 既然近江月前戰線穩定 親自出馬要將易奎仲擊退 伊士的氣氛 變得越來越緊張 慶次作為之前軍下屬 參加了這一戰 跟其他人的伊士長島一樣 要打很多遍才能凑齊全任務 反正烈士的版本 在信長篇已經見過了 這裡就只打成功了 好 開始戰鬥 第一個任務是擊破守備增兵 壓制各個寨 成功的條件就是將 四個寨中的法師幹掉兩個 失敗小件事 直接訓中帶一長袖 排天盛家龍穿衣 這四個人中任意一個敗者 我先不急著完成任務 先來演示一下慶次的基本招式 慶次的招式特點就在於攻擊範圍大 但是出招倒不是特別快 他的普通攻擊全三下非常好用 但後五下就比較糟糕了 特別是最後一下 出招實在太慢了 以至於 基本上什麼時候都是偽言 但是最後一下是會追地追擊 雖然後五下不好使 但前三下好使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前三下是直接關係到你能不能夠使出C技的 接下來是C1 C1第一段是一個棕防效果 最後一下可以把對方打個逐空 C1呢可以用在面對非鬥氣的敵人的時候可以用來壓起身 然後是C2 他在C2-1跟後面幾個動作有區別 但是效果倒是為什麼太大差 C2-3是一個報名劑 不過報名劑放在C2-3上並不是一個太好的事情 因為一代報名劑主要是對手防住了之後呢 我還可以繼續續一下無雙 但如果放在C2上的話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C2第一段如果不命中的話是出不來的 而且他有個像R4和石川維尾衛門的那個C2那樣 是本身就是用來清兵 他這個不是 這個救援大統部隊的任務呢 就不用管 開場4大5分鐘就會自己停工 然後他這個C2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在於 他這招被防住之後的毒力屏幕是很高的 因此呢是被防住是會被缺反的 然後是C3 C3是他的鼓勵技 攻擊範圍大 而且C3-2是一個虛弱效果 C3-3是一個有崩防效果 還可以跪地追擊 但要注意他的C3 在正面不打破綻的情況下是個偽連 C3-1跟C3-2如果不出後續招式的話 是可以改接別的招式 像這樣 C3-1 在這個小兵這個無雙給打斷 先說C4的 在這等會 C3-3還有C3-3還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C3-3這一招如果他在城內戰對著角落使出這一招的話 他這個衝擊波會消失 這就會沒有攻擊判定 這點在城內戰的時候要小心一下 然後在這裡吧 出一下C4 C4也是他的體力技 因為攻擊力非常強 範圍也大 全戰命中 而且在地面命中的話 這個攻擊力實在是太強了 但是這招要注意 無論是正面命中背面命中 還是正面打 還是打個破綻 這招都是為了 唯一的真連方法就是C3-1打暈之後 像這樣C3-1打暈之後 再用C4 這是唯一的真連方法 但是這樣的話 因為他服空了 是一個傷害減半的效果 所以呢 倒也不用這麼用 這個是青絲衝刺攻擊 攻擊範圍很大 而且呢 收招力也是比較快的 算是比較實用的 但是他跳躍攻擊 也是攻擊範圍比較大 但是青絲倒不需要用這招 來把敵人給打下馬 因為他普通攻擊的 把人打下馬的能力也不錯 已經很不錯了 然後是跳C 攻擊性能方面 跟其他人差不太多 但是他使用跳C的時候 會有一個 往上浮的一點的效果 配合青絲本身的高跳躍率 然後再堆點跳躍率 就可以利用這個跳C 到爬到忍到上面去了 然後拿這一位 來演示無雙好了 把人再鋸一點 鋸集一點 青絲的另一大優勢 就是他這個無雙按住不放的效果 青絲根本就不用去考慮 這個無雙中用什麼自由連斷 不需要去文章類 因為按住不放就是最好的 攻擊段數 我以前管這招呢 叫做炒菜 這招攻擊段數多 而且呢範圍也大 非常好用 但是除了有一種情況 就是你剛好這個位置 你把握住 剛好是打不到的一件事情 這種時候呢 就可以改用 無雙中可以改用C4 因為那樣的話 就可以利用位移來救到敵 好 把這個法師幹掉之後呢 就可以 完成這個火技任務 你看我看看 還有還有一些招式 沒演示的對吧 一個反擊沒有演示 誒 這腳我覺得 是不是方向有問題 誒 整個兩次都失誤了 這個是青絲的反擊 攻擊範圍還行 但是呢 出招 收招都算 都不算太快 因此呢 有可能會被別人防住 後續也沒辦法繼續連招 馬上 待會要說 吧 新人的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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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炎 一騎勢を撃滅せよ 徹底的に これ以上抵抗しても無駄死にだ 信長に 許しをこうべきなんじゃないか 仕方あるまい そうと決まれば 遅れぜ 馬鹿な そんな甘いことを 信長が許すはずがあるか なんとしても あいつらを止めないとな 這是他第一關的綠色任務 是阻止敵方投降 因爲他知道信長是不可能 同意一騎中的投降的 成功的方式是激破砸荷尊士 失敗的方式是正会 見到了之前信長 これも仕事だ 悪いな とれ おくなががあんたらを許すはずがない そう 今は幸福しか道がない その道も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がね まあ 力づくでも止めさせてもらうぜ 待會我要先打到正会 先看一下這個 慶祝的殺陣 慶祝的殺陣 是跟別人30%攻击力的那種不太一样 他的殺陣攻击力能達到40% 跟金川御元是并滅 并滅隊招 但是呢 他這個触发拼刀就沒有金川御元那麼冷靜 因此呢真要打這個拼刀流呢 他就甚至連這個明智光秀也有 他甚至還對付這個明智光秀 所以明智光秀短分之30% 人家拼刀穩定 另外慶祝還有一個比較難分的弱點在於 你看 他這個撿東西的判定絕對有問題 他就是 就是撿不到這些東西 他這個撿東西絕對有問題 他撿東西的判定 你看就這樣絕對都撿不到 所以他撿東西是個沒難 然後呢我待會要先打到正會 因為幹掉正會之後呢也有別的台詞 他就是 先打到正門 先打到正門 你最好按住防禦點 我勇於是一段階段 就要打到正門 所以 我還想打到正門 那些人 我還想打到正門 你 再来说一下青色的马战性能 青色的马战性能呢 马方其实攻击剧范围是不错 但是呢 其实第三下到第四下 如果不打破战的话 这边 这边 这边的伸展性能 带着这边的伸展性能 正确实是 力量地跳 准备的奴 准备的奴 刑事 这个马战在打地面的伸展 如果不打破战是伸展 打空中的话也能可以分离 马上C2 就是突破速度稍微慢 可能会被缓住 马上C3是不破的伸展 逃避 他马上C3的范围还是不破的 然后马上C4是他的主力技 范围大 而且还带崩房效果 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击破这个福布 有军 待会还有个对话 第二个任务是让 掌护民生撤退 但是他这个马上C4有点 不算特别好的地方 就在于他这个吹飞范围不太 吹飞的方向不太稳定 进行后续连招的话会稍微有那么一点 现在我要掩护这些个法师撤退 这个法师可不是魔法师那种法师 是魔教用语中什么某某法师这种 这种的法师 庆祠的马战性能呢 基本上是来说呢 对兵的能力会很好 因为他的攻击范围大 但是呢 他的招式普遍就存在于一个收招慢 出招也慢的这个状态 所以导致延机性能并不是很好 哎 怎么这三个 对这三个法师里怎么有一个 没有我掩护都快到出口了 这个是平日里很罕见的一个情况 这个掩护明明撤退 就是要这三个法师中 至少要掩护成功 成功掩护两个法师撤退 就算成功 也就是说可以 让其中一个被击破 另外呢 也必须再靠近他 他们才会比较正常的往前走 才会无视这些 无视其他人往前走 不然的话 他们还会跟周围的人纠缠 这次真的是很少见 居然有一个 这个法师居然 居然直接能自立走到这 把这个给带到这个 推地点之后 就赶紧去找最后一个 对 倾刺这个马上C4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是 这招虽然范围大 但代价就在于 他这招攻击力呢 并不是很强 至少比不上像 姓孙啊 牵械 姓旋那种 那种类型的C4 他们那种C4 虽然范围倒是 比不上倾刺这种 但是攻击力更高 一般来说呢 如果那个 那个最左边那个法师 按照正常情况下的话 是把这两个法师都引到这 然后一块赶 但是这一次 那个法师不知道怎么着 关键那么聪明 居然只靠自己的力量 就能走到那里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 好 就这么赶着最后一个法师 到逃离地点 这样这个任务就完美达成了 第四次 愚か者 救命 对 这就是一场 仕方ない 但 悲しいね 第四次 天下無双 歌舞伎 石鷹 这样之前军在伊士长岛击溃了一魁众 但在前田庆祀的帮忙下 总算不至于让一魁众彻底溃灭 也和杂赫孙氏结下了友谊 在这之后应该还会再补上一个 让刚刚阻止对方投降任务失败之后的情况 再补上一个让郑慧见到信长之后的情况 这样信长就会斩杀正会 后面还会有几句开词 之后杂赫孙氏就会追着玩家打 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